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第二种毒 冷饮刺激肠胃 加重高血压 摄入大量冷饮 会突然刺激肠胃 使得全身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升高 加重病情 并容易又发脑出血 如果胃肠道有馈养的高血压患者 还会诱发胃肠血管出血 所以 高血压患者下季消暑 不要依靠龙饮 而是可以适当多喝一些绿豆汤 三第三种毒 农茶茶碱最高 使血压上升 高血压病患者激饮农茶 尤其是激饮农烈红茶 因为红茶中所含的茶碱最高 可以引起大脑兴奋 不安 失眠 心悸等不适 从而使血压上升 而饮清淡绿茶则有一种高血压病的治疗 四第四种毒 饮酒引起血压升高 动脉硬化 研究表明 饮酒在一般情况下 会让血压升高4-8毫米捧住 如果每天饮酒酒精量上于46克 血压升高危险增加35 如果超过46克 危险性增加73 饮酒可使心率增快 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还可促使钙炎 胆固醇等沉积于血管壁 加速动脉硬化 大量 长期饮酒更易诱发动脉硬化 加重高血压 因此 高血压患者应戒酒 高血压患者一旦射毒 又该如何补救 除了尽早远离不良生活习惯外 还应该积极服药 并选择对的食物吃 二 高血压吃对食物很关键 以坚果 低钠降压无庸置疑 坚果绝对是降血压的必备食物 因为坚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美元素和纤维 并且低钠 但同样也需要注意 食用过多的盐菊坚果会引起其他猪如肥胖 高胆固醇等健康问题 二 脱脂牛奶 提供丰富钙和维他命 三 颜富钙 二 脱脂牛奶 糖 酸汤 二 脱脂牛奶 酸汤 脱脂牛奶可为人体提供钙以及维他命地,使血压明显下降。 研究表明,每天喝两杯脱脂牛奶就能有效控制血压。 鸡蛋黄酱油奶可为人体提供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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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香蕉,甲含量丰富每天吃两根香蕉,会使我们远离心脏疾病的烦恼,因为香蕉中富含甲,两根香蕉中所含的甲就可以将血压降低2-3个百分点 富含甲的食物如土豆、香蕉,对于降低血压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样,糖尿病患者也需要注意少吃香蕉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祝大家一天平安、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